HELLO 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我今天要教大家幾個循環訓練的動作 那這些動作都是可以徒手完成的 所以各位跑者可以在練跑前花個十分鐘 在操場邊上訓練一下核心 也會增加跑步的表現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個動作是單手單腳的方式 那基本上普通的棒式很多人都會做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一點點的挑戰 就是普通的棒式撐起來以後 再把一隻手跟另外一邊的腳抬起來 增加一些不穩定性 讓你的核心要更有力 那我推薦大家可以一邊做30秒 然後撐撐看 第二個我們要示範的動作是Push Up 我這邊有做兩個 一個是基本的Push Up的動作 就是手臂跟身體夾得緊緊的下去 那這個動作的要領是 手抖彎的時候屁股也要跟著一起下 很多女生下去的時候 屁股都不敢下 都留在上面 那我們今天要大膽的下下去 倒了也沒關係,倒再撐起來就好了 那第二個進階的動作是Diamond Push Up 前面的手臂是放這個樣子 這個動作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三頭肌 那很適合就是想要挑戰自己的人 一起來做做看吧 第三個要示範的動作叫做Mountain Climber 登山式 那在這邊我有示範兩種不一樣的 一個是基礎型 一個是變化型 一個是變化型 基礎的動作就是 同腳對到同手的手肘 這個動作慢慢做 然後感受到肚子核心收起來的力量 那另外一個變化型的動作是 腳碰到另外一邊的手肘 那除了中間肚子的感受以外 你還會感覺到側邊腹部收起來的力量 所以我們一起做做看吧 再來我們要示範的動作叫做Squad Drop 那這個動作是基本的Squad 再加上跳起來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可以訓練爆發力 整個衝上來 跳上去的時候屁股夾緊 直接降到最下面 那我會建議一次做12個 感受應該就很多了 再來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Burpee加上Mountain Climber的動作 一般的Burpee是直接變成一個平板 然後腳套到旁邊再往上跳 那這中間我們再加一個 剛剛示範過的Mountain Climber 再鍛鍊一下核心 再跳起來 應該是15個就會有感了 以上這5個動作 看起來很簡單 那其實做正確的話 應該是很有感 10分鐘左右就可以讓你滿頭大 和也訓練到你們的整個核心 希望可以幫助各位跑者 在跑步的成績越來越進步喔